針對學校午餐的部分呢 總共檢出了有6件的蔬菜農藥殘留超標 以及2件的肉品動物養藥殘留超標的一個情況 給國中小學的食用營養午餐可是好毒啊 食鑰匙今年3、4月 針對全台1109所國中小學營養午餐查驗 結果發現苗栗仁愛國小的肌肉 驗出動物性用藥 剃米烤鑫 超標超過1.9倍 知道這家廠長的肌肉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不再禁用這家廠商所禁用的肌肉 苗栗昭南國小的大白菜 新北清潭國小的柳丁 集中輔大盛興小學的明豆 檢出塞面林的農藥超標68%到3倍 台南森林國小的蓮武 更被檢出農藥普帕克超標18倍最高 對這樣的超標我們感到非常抱歉 其中農藥塞面林和普帕克 會有傷肝增加癌症的風險 專家建議 建議說用流動清水來清洗15分鐘 採購的時候也是要不要 就好買來源比較有心意的商家 另外食藥署也發現 供應校園團散的藍駝縣同美合餐 所使用的肉絲 就檢驗出禁用的綠梅素 目前綠梅素是不可以使用在動物用藥上 等於以起過敏的反應 會增加血癌的風險 那這些相關違規的產品 第一時間衛生機關也起 上游廠商要做下降回收的動作 同時依據食安法 它是可以處分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的罰款 當然會擔心 還是希望我們的學生們 再為能夠幫我們分享 當然是會擔心啊 小孩子來到這邊 就希望他們能用的東西都是安全的